就在这一年,国庆节刚过,十月二日的下午 这修善师公主啊,其中有一位女小公啊,姓魏 这位魏的姐呀,就发现这香妃墓种的石踏舵 正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坑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坐在一起闲聊天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是这个乾隆皇帝的荣妃 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的墓葬之谜 其实啊,不管今天咱们聊天的结果如何 这个香妃的墓葬之谜啊,它还会迷下去 因为这其中啊,有一个小谜团是永远不会得到答案的 至于是什么呀,咱们在故事中会给您揭秘 得嘞,咱们闲言少叙呀,书归正传 咱们就开始啊,聊聊这香妃的墓葬 在1892年的时候,当然这会儿的香妃 也就是荣妃呀,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 在民间呀,虽然不知道这荣妃娘娘是谁 但是这香妃的故事啊,已经威名远播了 在这会儿啊,有一位清朝的官员叫肖雄 他写了一本诗集,叫做《西域杂树诗》 这书中的内容呢,都是他在新疆当官的时候 所见所闻,以及所想所感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呀,就汇编成了诗集 当他游览完了传说中的香妃墓之后,就留下了这么一首诗 妙貌巍峨水绕狼,纷纷女伴叶香娘 梳成蜜捧金蝉锁,密住心中怨未尝 肖雄在这首诗当中虚构了香娘娘回香探母的故事 从这首诗中我们就能想到啊,这香妃的墓它在新疆 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在新疆有没有一座香妃墓呢? 还真有,就在喀什的市郊,有这么一座墓地 静静的安睡着阿帕克火家家族五代共七十二人 在这当中啊,有一座坟种就被传说为是香妃的坟种 当然了,现在喀什当地人啊,已然知道了 他们传说的这位香妃娘娘啊,就是乾隆皇帝后宫当中的荣妃 可是那会儿啊,没人知道 因为毕竟是传说也没有什么时政 所以大家呢,只能以香妃来称呼这位女子 这个当地的传说啊,是这样的 这个香妃啊,是作为战利品 在大小河桌之战以后啊,被乾隆皇帝裸到宫中的 因为啊,这个香妃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然有情人了 所以呢,对这桩婚事啊,她是非常不满意 于是啊,就暗藏着戾气,想伺机啊,刺杀乾隆 但是呢,因为这个自身条件非常的好 不但长得奇美啊,而且又体有一香 所以说啊,她是即便几次三番代要赐王杀家的乾隆皇帝 仍然是舍不得她 可是啊,这后空当的老太后啊,她不干了 那这老太后说的是谁啊? 那大概应该就是啊,这个重庆皇太后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甄嬛 于是,这太后就找了一个机会 趁着乾隆皇帝不在宫中的时候,秘密处死了香妃 当然了,关于这个香妃的死啊,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传说是什么样的呢? 说这个香妃入宫以后啊,和这个乾隆皇帝秦色和赐 不但呢,没有发生这个赐王杀家的事情啊 这两个人还十分的恩爱 再有一点呢,就是你别看这个香妃啊 她是这个维族回部 但是她深通汉礼 对这个汉文化啊,有很深的造诣 有很深的研究 说在这个平叛回部的庆功宴上啊 这乾隆皇帝看到这个满朝的文武 以及回江的有公之臣呢 于是就顺口引道 有公祭登殿,修论东西南北 这台下这帮回会将军啊 面面而逝 谁啊,也达不上来下句 沉默了一会儿啊 这香妃啊,就低声答道 说这个无色也进宫 不分满汉猛回 这乾隆低头一看啊 他说呀,我这个新媳妇 这文化水平他可以啊 这时候跪在下边的香妃啊 手一抬 从袖子里啊,掉下了一只沙枣花 这乾隆啊 看着这个又狗狗又狗狗的小媳妇啊 就想调气调气这个爱妃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信口说道 这小女子嗅内邪花 暗藏春色 只见这香妃啊 不加思索 赶紧回答道 万岁爷金店秉竹 是明察秋毫 乾隆皇帝听完之后 是哈哈大笑 这一高兴啊 就把这位西域女子封为了何贵人 虽然啊,这故事听起来就挺扯淡 但是啊,它必定代表着一些民间的声音 虽然这乾隆皇帝和这香妃娘娘很和谐 不耐啊,她没过多久 这香妃因为水土不服 在北京啊,轰逝了 这和咱们刚才第一段传说呀 就接上了 总归都是死了嘛 那个呀,是太后把她杀死了 这个呢,是病死了 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死后的故事了 传说是这样的 这香妃啊,在生前就有遗愿 在死后啊,要埋回到新疆 因为啊,也只有这样做 才能遵照自己的本民族习惯来埋葬自己 这接下来的说法啊,就很诡异了 有人说呀,这个香妃呢 被太后处死以后 乾隆皇帝遵照着香妃的遗愿啊 把她的头运回了新疆喀什 安葬在了家族墓地 而她的身体按照大清皇家的礼仪 皇家的藏俗埋进了清 尊化皇陵,玉陵的非元秦 当然了,这是横死说的埋葬方式 那么那个病死说的呢 哎,她是这样的 说这个乾隆皇帝啊 看到这个香妃娘娘病死了 于是啊,她就想起了香妃娘娘 生前啊,曾经留下过遗愿 她想让自己啊,葬回新疆 可是这会儿的皇帝啊 和礼部的大臣也挠挠袋了 为什么呀 因为按照大清国的组治加法啊 是万万不能的 这妃子呢 是必须按照组治埋到皇陵当中 哎呀,正在大家当一筹莫展的时候啊 还有这乾隆爷一拍脑闷子啊 他贼起了妃制了 于是他就命人用檀香墓 雕刻成真人大小的一尊木雕 按照穆斯林的礼 用白布禅果好 放进了棺果当中 运到了喀什 于是这香妃家的娘家人啊 也就心招不宣的 把这尊木雕葬到了家族墓地当中 对外宣称这就是香妃墓 并且您现在要是到新疆喀什香妃墓去游览啊 您还能看到这个墓室当中存放着一座陀轿 陀轿是什么呀 就是用两个骆驼架起来一座轿子 那这个轿子是干嘛用的呢 这就是成练香妃娘娘的遗体用的 在这两百多年以前呢 就是用这层陀轿从北京把这香妃娘娘的尸体千里迢条 打开证实一下里边到底埋没埋着荣妃 您瞧人家这故事编的 有鼻子有眼有实物 下回我编故事还得向人家学习 那么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这真正的情况 其实这两天咱们故事里边已经交代的差不多了 这香妃呢自然就是乾隆皇帝的荣妃 是回江河卓布啊 一位维族女子 咱们一定得认清啊 这史料中记载荣妃是回布女子 但是她和回族并没有什么关系 她是新疆的一位维吾尔族女子 27岁入宫成了乾隆皇帝的和贵人 后来呀又一步一步晋升到了荣妃的位上 那么这27岁呢 实际上是咱们中原人的说法 是虚岁 人家回布啊 应该是说的周岁 是26岁 以后您要听有人说呀 这香妃娘娘入宫的时候是26岁 您也别好奇 那是按照人家本民族的民族习惯的说法 要说这荣妃娘娘在宫里生活的还算是很幸福 这乾隆皇帝对她呀 是宠爱有加 比起这后宫很多的嫔妃来呀 寿数也不短 活到了54岁 1788年5月24日 这荣妃娘娘空室冰天 内府大臣啊 按照清宫就立把荣妃娘娘的遗物 一些珠宝首饰以及遗物啊 分别赏赐给了公主 命妇以及荣妃娘娘的亲属 据清宫 帝后妃遗物处理和焚化改制当中记载 大学士和珍把这个荣妃遗物领去分别赏给了 荣妃之五叔公扼斯音 叔叔子公托克托 五叔之子台籍 喀申霍竹 六叔台籍 吉帕尔萨 六叔之子 兵巴克尔 五婶 六婶 兄 土耳都之妻 荣妃之姐 荣妃之妹 荣妃之侄女等等 这里边其他信息并不重要 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就是说荣妃娘娘这些亲戚呀 压根就没在伊里 他们呀都生活在北京 也就是说呀 他们是上三旗里边的回子营 这会儿啊 这荣妃娘娘的全家呀 应该算是八旗 八旗当中的回子营 那荣妃娘娘肯定是顺理成章的 被埋到了尊化皇陵 御陵的非元寝当中 既然呀 这相妃娘娘被埋到了尊化皇陵 那就好办了 因为呀 这个文献比较充足 再有呢 这个东陵离的我这儿啊 很近 咱们去石地呢 采采风呢 也是方便的 那么在讲这尊化皇陵 相妃墓之前呀 我得先跟您交代一下 这个尊化皇陵里边的相妃墓 也就是荣妃墓啊 被盗过 里边的珍宝 现在呀 是荡然无存 在这个东陵的陵区当中啊 有两个村子 叫玉大村和玉小村 从这两个村的名字呀 您就能读懂 这两个村子啊 是乾隆皇帝玉陵的守陵庄 在这个玉小村呢 我认识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啊 是这东陵的导游 她就曾经啊 跟我提到过 她说据老人说呀 说在很多年以前 那会儿还留着辫子是清朝呢 其实 这些守陵人 就基本都知道 每个娘娘的葬位 也就是 在玉陵飞原寝当中 第二排左属第一位 也就是从东边属啊 第一位 就是这香妃娘娘的墓中 那么 是怎么发现了 香妃娘娘的墓室被盗的呢 这话头啊 就得从1979年开始说起了 1979年的时候啊 这国家文物局 装款专用 一笔资金就拨到了东陵文物管理处 那么这些钱是干嘛用的呀 是专门用来啊 修缮这玉陵飞原寝的 就在这一年 国庆节刚过 10月2日的下午 这修缮师公主啊 其中有一位女小公啊 姓魏 这位魏的姐呀 就发现 这香妃目种的石踏舵 正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坑 于是这魏的姐不敢怠慢 就向上级领导啊 汇报了这件事情 这管理处的领导 很快就聚集至此 经过着仔细勘察呀 他们才弄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个大洞呢 因为呀 这是一个盗洞 具体是哪年到的呀 说不清楚了 这盗墓贼 为了掩人耳目 在盗掘了坟墓以后啊 将几根木棍 横放在洞口 然后呢 又将这个阶条石 也就是台阶啊 又摆放在了上边 由于这个日久天长 这木棍啊就腐朽了 所以呀 在这个阶条石的重压下 就垮塌了 才出现了这个洞口 至于这荣飞墓是何时辈到的 至今也没有研究报告 和研究成果出现 但是呢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一下 这青东陵啊 自建成一时 有三个时代 是有重兵把守 或者是有专人维护 看护的 这其中的一个时期 也当然就是大清朝的时候 这段时间自不用说 这里呀 那完全是禁地 大清朝结束以后 这民国政府 虽然承诺溥仪 要保护皇陵 但是啊 实际的工作 做的并不怎么样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东陵大盗孙剑英 就在这一时期啊 盗绝了乾隆皇帝的御陵 和慈禧皇太后的定东陵 东陵在下一个 有人看守的时期呢 就是日伪时期 当年呀 这伪政府 和日本关东军总部啊 又承诺给 远在东北的傀儡皇帝溥仪 一定要保护着东西皇陵 于是呢 在皇陵当中 就成立了管理所 在这会儿啊 这东西皇陵 也是有驻军 和专人看护维护的 日本投降以后 这东陵的管理啊 基本上又成了真空 绝大部分的灵禽啊 都是在这一时期 被盗的 第三个有序管理时期啊 那当然就是本朝了 1952年呀 成立了青东陵文物保管所 在多代文物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 青东陵呢 不但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而且呀 是逐步维修 那我们呀 就可以分析一下了 既然这盗墓贼 为了掩人耳目 还要把街条石 复原在这个踏墓上 那么呀 这个盗墓时间 肯定不是那个 无人管理的阶段 发现这个盗墓的时间呀 是1979年的10月 数百斤的大石条 压在洞口 几根七八厘米粗细的 木棍上 显然啊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木棍遭凶了 已经禁不住 这个条石的重压 所以这个洞口 才垮塌了出来 那么呢 有生活常识的您呢 就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下 这个盗墓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再往下说下去呢 就显着我多嘴了 经过上金文物部门的批准 这东陵文物管理处啊 决定对湘飞地宫 也就是荣飞地宫啊 进行发掘 那想发掘吧 那必然就得是先清理 这墓穴里边 已经积了近两米左右的积水 抽干以后啊 底下就是一滩淤泥 当工作人员进到墓室当中啊 发现这个墓室啊 那个石门 也就是半场半演的状态 在金山那靠北的地面上 有一个巨石砌成的棺床 一口巨大的光果 东西横置在棺床上 在这棺材的一侧呀 被砍出了一道长一米七五 宽六十公分的大洞 也就是说这些盗墓贼呀 就是从这个洞里盗取的墓中的陪葬品 经过工作人员的勘察呀 一下子发现了三个谜团 解开了一个疑问 这其一呢 就是清代黄陵埋葬后飞呀 都是这头北脚南的葬法 当然了 这也好解释 这种棺材摆法呀 显然是盗墓贼 为了方便盗取棺中的物品 把这棺材呢 移成这样的 其二呢 这棺材里边啊 没有尸骨 这就让工作人员一下子想起来 是不是这戎飞呀 真的被葬到了新疆 这里边啊 只是一座衣冠种 当然后来也证实了 这尸骨被盗墓贼 从棺材里脱了出来呀 散落在了墓室的其他部位 第三点呢 就很有意思了 清代黄陵 只要是光果下葬 都是按照满族的习惯 这内务府啊 打造葫芦关 无论地厚还是嫔妃 这棺材呀 都是分内外两层 内关外果吗 可是这荣妃不一样 荣妃呀 只有一个外果 没有内关 后来呀 这个学者分析呀 可能是和这个维吾尔族的藏俗有关 那证明了一点是什么呢 证明了一点呀 这棺材里边 所藏之人呢 那就是荣妃娘娘 因为在这金漆棺材上 写着一行字 开始啊 还没人认识 后来经过这个 回族学者考证啊 大家才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啊 以真主之名义 就是那个古兰经当中的 第一句话 没过多久啊 这公子人员 又在这牧师当中 寻找到了荣妃娘娘的头颅骨 以及发辫等物 这也充分的说明 这身手藏于异处的说法啊 也是不对的 后来的这头颅骨 经过这个人类学家的分析呀 也确实是一名西域女子 长有这个西亚的人种特征 不但深木 而且呀 高鼻 所以说通过这次考古勘查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这东陵当中啊 埋葬的就是荣妃娘娘 并且这荣妃呀 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因为这乾隆皇帝呀 在后宫当中 虽然有三位回部女子 但是做到主位的 也就是做到这个品以上的 只有荣妃一人 所以呢 那这个墓中啊 埋葬的只有可能是荣妃 那么有人就说了 那这里边会不会是 那两位回部女子呢 或者是福贵人 或者是宁常在呢 也不会 因为呀 在考古发掘当中啊 在地宫里边的淤泥当中 找到了猫眼石 清宫当中的规制是这样的 猫眼石这种宝石啊 比较珍贵 产资 斯里兰卡 只有在品以上 后妃的饰品当中 才会出现 所以说 既然能发现猫眼石 就证明 这座地宫当中埋葬的 肯定是品以上位分的后妃 不会是贵人常在的 得嘞 今天呀 这香妃娘娘的埋葬之谜 咱们就掰直到这 到了明天呀 咱们就要聊聊 这香妃娘娘 到底长的是什么样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后的频道啊 希望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